我們來到地獄的聖書 什麼地獄的聖書 要花錢了 對我們現在來到天堂 什麼天堂 我們明天要回台灣了 對我們明天要回台灣 結果我們現在居然在Costco 我跟你講 我真的太開心了 可是我跟你講 我身上已經沒有美金了 沒關係我們可以刷卡 他剛剛說全球卡 是跟大家講第一點 美國的Costco 所有的卡都能刷 沒有限定哪一家的信用卡 也沒有一定要Costco聯名 對沒錯 都能刷 我們現在來觀望美國的Costco 看什麼值得買才對 應該說順便給大家看看 這邊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對基本上現在外觀去找 什麼 這個卡居然要120塊 120塊 相當於台幣的 3600塊左右 因為他這邊有一張最高等級的卡 是台灣沒有的 你有看到嗎 Costco黑卡 稱之為Costco黑卡 他們 他們這邊 美國的Costco 跟台灣有個比較不一樣 他們多了一種 是120美的 那個黑卡等級 年費啦 他的這個等級的卡 是你在這邊的年消費 會回饋2% 每年的年底 他會寄告訴你 回饋你多少 一個小本本會寄給你 我們剛剛有算過啦 反正你就是大概一個月啊 每個月大家來這邊 花一個 在那邊撒個一千 一萬塊大洋就可以得到回饋 是會回本的 對 所以不錯喔 其實這點台灣應該 很適合我們 要賣 賣一張 賣你的大牌 賣一張 另外一種金星卡 跟Business卡 台灣都有 只有這個很特別的卡 台灣沒有 這邊的Costco 一樣有眼睛公司 可是他這邊 跟台灣有最大的差別 也是他在驗光的部分 或隱形眼睛 驗光的部分 都是要收費的 真的 對 在美國這邊是尊重這些專業 所以這邊 這邊這部分是沒有免費服務 對 然後他這邊 他驗一區光是80美 80美 然後如果是隱形眼睛的 驗光是120美 這個價格在台灣幾乎可以 直接可以配眼鏡 不過這個部分 老實講他們是比較尊重專業的 對 而且聽說這個時候 預約都要等的 很分久 不是你想來 你隨時來都有 要先打電話去 對 這也是我們發現 美國Costco跟台灣 很大的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耶 而且他那信用卡 也太特別了吧 對啊 剛剛我們有聽那個 聽那個專業有人講 他說在這邊的信用卡 是可以 再回饋加油 4% 是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 餐廳也是所有的餐廳 不是只是含Costco而已 這種信用卡 哪裡找台灣有吧 來一張 買這個嗎 不行不行我們要帶錢 我沒有我沒有這個 我就缺一個 不行不行不行 你買山菜就可以了 不用用原版的 好結帳 好吧 欸這多少錢啊 這多少錢不重要 重要是我要買這個 這個行李箱 我們行李箱窗不下 這這麼小 這根本就不在 我可以自己拿好不好 可是我們 這根本就不在行李箱空間 這我可以自己拿 欸行李箱窗不下了啦 哪裝不下 這很大 你看這張紙很大耶 好啦買這張紙就可以了 這這麼小 它只有這樣 我不能買這樣 這就不算行李箱空間 我可以自己拿 人家說相機比較便宜 我原本還要想再買一台80D 我覺得一個男人要五台相機 真的 我現在還差四台 現在只有一台 是你手上那一台 我覺得太多了 可是我差沒有比較便宜啊 你看80D買回台灣就變水貨了 而且它這個組合是1855 加上55250鏡頭的 欸台灣的購物中心水貨 是34618 對差不多價格 你看一下價格 近一點 36000 所以回台灣再買送我就好 不用在這邊買 好喔 忽略忽略 欸這個啊這真的很好 我吃不可以買一下嗎 你不要再買餅乾了啦 大八塊要八塊要八塊 真的暖喔 真的 要爆了要爆 不會爆不會爆 我們現在穿給超市有買到這個小包的 對 然後它是兩包八塊錢 那是一大包九塊 而且一定比要 拿起來很重 這個很好吃欸 這個很好吃欸 這是杏仁國口味的 我們上次還吃了一個 蝴蝶餅的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這個帶一包好了 再買一包喔 兩包好了 我們沒錢了啦 真的沒錢 我覺得這兩包可以 OK 欸 等一下啦 你剛才買耳機又買餅乾 你這樣真的不行 這真的好吃 我那天買的那一包都你吃的欸 我根本就沒吃 但我只剩一塊 隔天然後全部沒了 修片把它吃光了 那你先說一下 你老公帥不帥 帥 你老公正不正 他買給我 他就帥 他買兩包給我 他更帥 你今天是來專門買零食的是不是 對啊 這是巧克力 這是瑞士的巧克力 這真的很便宜 這總共裡面有六塊像這樣的包裝 才賣 十塊九九 欸一片才五十塊欸 所以這拿回去送禮真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根據有人講 這個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牌子 是LINDT 聽說是瑞士的品牌 對沒錯 所以買回去吧 送禮送的好看 送禮送的漂亮 我剛好也缺一隻 是Apple Watch的3 你已經有Apple Watch 沒有我這很 我這隻很久了 人家要出到3了 我這第一袋欸 你這第一袋欸 對啊 可是它299比較便宜嗎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Apple Watch 3 一支299 等於是台幣6000 感覺可以買欸 6000好了買了 買買買 你大手不在買 人家都說要帶這個 Vза-mix 好啦 這一台是怎樣 型號是1320349 349等於我聰明才智 是11200台幣 好不好 覺得在底下留言 臺灣有沒有賣嘛 應該有吧 1320欸 因模一樣的 而且這個品牌大家很推薦 來美國的Costco買 那我們要買嗎 我們不行啦 情侶俠裝不下 我們走 我們已經買AirPods 預算已經花完了 那這麼叫 你還買兩包餅乾欸 那這個我等一下就吃完 你等一下哪吃得完 你買這個是怎樣 等一下把餅乾放進去 啊不然你 欸我知道了 你可以把AirPods跟餅乾放在這裡面 對然後不佔空間 你再攪一攪那個空間會更小 就是這樣就不佔空間 反正要把還是有個洞 就可以把東西放在裡面 好 走吧 好啦 走走走 嘴龍頭看起來超高級的耶 這個它是可以拉下來 你就可以 它應該可以拉比較長 只要要鎖出去 它應該可以拉著 然後可以這樣甩來甩去 我這樣講我整個有點碎 好 這樣甩來甩去 對 跟你老公一樣甩甩 它就可以拉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在水槽裡面這樣衝 就不會噴的外面到處都 我知道啦 其實 然後我覺得我怎麼講都不對 我這樣講也不對 那樣講也都不對啊 就是甩來甩去啦 就是它可以拉下來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在洗家裡面的那個整個水槽 然後你的水就比較不容易噴到外面 對 欸這個在台灣之中 我們當初 其實差不多錢 對 差不多 這是200美金 我們接下來我們要採購這個 欸我們沒有 Bison的 這是空氣濾濾氣加上冷那個涼氣跟暖氣 都有 而且它現在 沒有冷氣沒有冷氣 就是暖氣啊 還有暖氣 這很冷 因為冬天也快到了 你知道嗎 然後而且它現在特價399 少100塊特價299 只到11月11號喔 所以我們就帶一台吧 不要啦 我都帶不回去了啦 這台其實我最主要 欸這有空氣 真的有空氣濾濾 這放在客廳多好看 對啊 對啊 在台灣買 也是買不下 裝不下了 不是 你查一下 價差 價差 大家可以查一下這個到底差多少錢 這台是Dyson的 原價是399 欸 特價299耶 多少錢 2000 2000 大概 很棒 謝謝 很棒 很棒 在美國啊 第三次被問說 我用的這台相機是什麼牌子 什麼型號 然後他們的習慣就是 Oh good camera 就是或者是 這個麥克風非常好 我覺得這一點習性啊 在跟台灣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台灣拍攝這麼久啊 從來沒有背人家 就在路上問說 欸你這相機很好啊 什麼之類的 蠻有趣的 文化不同 欸可是這台299耶 這一個這麼大一個 欸真的 欸你幫他 好了買了 你幫他買一個機位啦 然後你跟他一起回去啊 我不要 還是我的機位讓給他 我留在美國 我不要 欸親愛的 我確定我們不會再買了 我們剛才不是說不要買那個 不能再買 真的不行 不行不行 可是那個真的差很多錢 那個我買真的 因為 剛才那個 Dyson的他很酷啊 厲害喔 對就是這台 對我們網路上差 那價差真的太大 一萬八 折扣完什麼可能 也要隔一萬五 可是真的這個 只賣299耶 對啊 9000多塊 而且重點是我們本來就是客廳 因為現在空間太大 本來勢必也就是需要一台空間清淨機 那你答應我一件事 我發誓我等一下不再買 你確定 你們有沒有知道的聽到 我發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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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誓我發誓我發誓有 這真的太扯了 這烤機比台灣還便宜是怎樣 這是這邊的烤機 對 台灣一隻180幾嗎 對啊 這個感覺跟台灣的重量其實是差不多 那只是他們是用盒裝我們是袋裝 對啊 你知道它多少錢嗎 給大家猜猜看 這隻起碼要10塊錢 它只要4.99 欸5塊錢 150塊耶 超級便宜 昨天才有一個新聞出來說 Costco的烤雞一年虧8億耶 對 可是它其實是一定是有目的性的虧錢嘛 對啊 欸真的是超便宜的 我的天啊 它跟大石 我們就看看就好 可是我覺得這個價格太扯了 這一個8.99就是一盒台幣270塊就幾隻 它裡面有15隻 欸這樣算一算一隻大概台幣不到20塊耶 十幾塊 非常非常的便宜 你在台灣就是只能吃最一般的冰塊 它跟大石在台灣一隻大概就要90塊吧 對 我記得是90、100塊 就算在做活動 也不會到這個價格 欸我覺得這個很推薦大家買 這真的超便宜 你要怎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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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帶這個回家嗎 不行 會融化 我覺得我可以租一個冷凍貨 不會為了冰淇淋 沒辦法 對 沒辦法 你就只能在這邊吃 可是我可以在我的行李箱放很多冰塊啊 沒辦法 這樣它就會保冰回台灣 你想太多 欸我覺得這個熟食區的價格太誇張了 我覺得這個熟食區的價格是真的 蠻不可理的 欸我覺得最誇張的是這個樂狗 就它這個樂狗加飲料一杯才1.5美金 才45塊台幣是怎樣 就是比台灣還要便宜 披薩 披薩1塊是1.99 所以我們就算2塊 嗯 我覺得披薩的價格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覺得最誇張的是這個價格 我覺得台灣已經很便宜 沒想到美國只1.5塊 超便宜的 我們在進來美國Costco之前啊 有問一下賣場的人員說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邊錄影 他們這邊是可以錄影的喔 所以我們就放心的在這邊錄影 對 這邊跟台灣有集也比較不一樣 就跟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分享我們今天在Costco 看到美國跟台灣的不同 那最主要呢 我還買了一些東西 我們會再另外做一集 跟大家分享開箱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記得訂閱我的IG 還有我老爸的IG喔 欸 我覺得你真的很誇張耶 你真的給我買這個 這我怎麼帶回去啦 這個我覺得我們等一下會想辦法 把它帶進去 因為這個價差真的太大 而且我們有需要 我們只買需要的東西 爸爸都有說要買需要的東西 不可以買想要的東西 那我跟你講 你AirPods有沒有給我放回去 沒有啊 那就是需要的東西 AirPods在哪裡 那需要的東西 AirPods在哪裡 給我用 給AirPods在我包包裡 他現在進我的包包就不會再出來了 我們先建議跟大家講喔 要謹慎公務 省慎理財 要只買需要的東西喔 哈哈哈 我講 好想想要是你 那天啊 ネ�로 partnership